嗯 出去 我让你出去回微信区吵死了 好 手机给我 我帮你拿着吧 你一会儿都要拍了 你给我 Clifford 來你 快聼湯 快聼湯 耶 是 快点 行月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照片 新的Live Photo 是可以动的 一起睡一宝 我明天还有拍戏呢 你醒一下 你看一下嘛 快玩了 快点 快点 你看 我看看 来 咱们一块拍一张 会动的相机 嗯 三 二 一 粉丝送你的 他们是你为偶像 你就是他们的榜样 在粉丝心里 你的名誉 比他们自己的名誉 还重要 想过那张照片 给他们带来 多大的伤害吗 你想说什么呀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 怕昨天晚上的情绪影响你 今天要怎么说服你到片场 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到了 你是来演戏的 还是来看戏的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什么呀 我今天早点到 怎么不对了吗 想想 想想 我带了你五年 毫不夸张地讲 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你表面越是没事 心里的事越重 那张照片是你自己 流出去的对吗 你故意的 那要怎么样 你怎么那么傻呀 那个罗峰值得你这样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一定要眼拥抱我吗 这个故事像极了我们的曾经 我和他演 就像是在重温一样 你不是在重温你是在毁了他 不止毁了罗峰 还有你们曾经的时光 那是我们的曾经 谁都毁不了 除了你自己 想过这件事会怎么收场吗 你跟罗峰从情的感情会被扒出来 被粉丝评判 攻击 你的粉丝会说罗峰是无情无义的小人 罗峰的粉丝会说你 是不知廉耻的道天 你们两个在一起会被定义成是个错误 你们的感觉会让别人认为是一个笑话 一个闹剧 这是你想要的吗 想想 曾经的美好不是用来彼此伤害的 应该留在心里 等到你孤独寂寞的时候拿出来 密集一下自己 这样不好吗 我们一起来把那张照片 变成最美好的回忆好不好 可是已经这样了 还能怎么改变啊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